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 就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明显增多了 他们的人数庞大 而且大多数都集中在了高教金字塔的底端 这个独特的现象 又和另外两个中国独特的现象密不可分 其中第一个是城乡隔离制度 第二个是高校属于体制的一部分 这两个现象我在以前的视频中曾经谈过 之所以在这里重新谈起 为的是指出这三个现象之间的联系 这三个现象都是中国客观存在的事实 即便是价值观不同的人们 利益相冲突的人们 也不能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 尤其是城乡隔离制度 作为中共制度的基本架构 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 就在一个星期之前 中共当局下发文件 要求那些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 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要求那些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 全面放宽落户条件 这种看似改革的政策 实际上意味着中共当局依然不肯彻底废除这个 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罪恶制度 这将对外来人口主要是农民工的歧视合法化 我们都知道就业机会往往都在那些大型和超大型城市 这里往往是农民工聚集的地方 在中国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大城市 还有21个 1000万以上的大城市 有6个 偏偏这些就业机会多的大城市 还在阻止农民工落户 另一个重要的事实 就是在中国的高校 近年来也在强化中共的控制 最新的消息就是 有多所大学修改学校章程 强化党委的权力 压制学术自治和思想自由 而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广大的农村大学生今天的生活和今后的前途 也决定着中国未来的走向 下边我就这三个客观事实做一番介绍 第一个客观事实就是 中国存在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隔离制度 直到今天 这个隔离制度依旧维持着 在历史上 美国和南非曾经实施过隔离制度 当时这种制度在世界上臭名昭著 南非更是因为这种罪恶的制度 而被国际社会所孤立 受到了制裁 而在中国的案例中 虽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因为侵犯人权而受到很多尖锐的批判 但是这些批判很少针对隔离制度 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 显然很多人都意识到了 中共暴政对整个世界构成威胁 但是却有很少人注意到了 这个隔离制度正是支撑 这个独裁政权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这个隔离制度并不是种族歧视制度 而是城乡隔离制度 专门歧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这个事情还要从1958年开始讲起 当时中共政权已经建立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并且已经非常的稳固 接下来这个政权就开始膨胀 试图建成军事和工业强国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中共过量征收农民的粮食 导致在接下来的三年之中 也就是1959年到1961年 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饿死的百姓人数估计在3000万到4000万 甚至更多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是无法想象的 因为在古代 一旦国家管理混乱 导致大面积饥荒 就有可能爆发农民大起义 就会导致政权崩溃 这已经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循环 底层民众宁愿和暴君同归于尽 也不肯静静的等死 正所谓时日和丧 与吉辱邪亡 这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 农民结竿而起 推翻了高度发达的军事强国 古代中国的底层农民 以自由农民为主体 这个庞大的人口有着巨大的力量 皇帝虽然在很大程度上 垄断着国家的权力 但是对社会上广大民众的力量 也充满了畏惧 所以一旦有大饥荒的警报 皇帝也绝对不敢怠慢 然而 现代暴君是如此狂妄和傲慢 他们竟然人为的制造了 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大饥荒 而这一惨剧 竟然没有引发农民大起义 实在是令人费解 城乡隔离制度 似乎正是打破这一历史循环的 关键性的措施之一 城墙隔离制度创立于1958年 是一种强制性的户籍登记制度 但是它的目的并不是登记户籍 而是不允许人们自由流动 这就意味着农村人口被封锁在他们家乡的村庄里 不可以变更居住地 不可以改换职业 毋庸置疑 单凭户籍制度 并不可能把人口庞大的农民 封闭在村庄里活活饿死 还必须有成系统的措施 来支持这个城乡隔离制度 这些措施当中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人民公社 也是在1958年创立的 我们来看看人民公社的一些基本特征 公社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机构 它还具有政府的职能 一个公社管辖着若干个自然村 公社依然像一个V型的国家 里面有两个并行的机构 一个是党的机构 另一个是行政机构 党的机构负责对农民洗岛 并且也监督着行政机构 而行政机构则非常具体 细致地控制着农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 我们再来看看 在公社里社员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 第一 农民不可以迁徙到城市或者改变职业 他们的身份是世息的 他们的孩子不能改变身份 第二 他们没有土地所有权 也不能拥有大型的牲口和农具 第三 对于农活的经营管理 以及对农产品的分配 他们都没有发源权 最重要的是 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 也没有定量的口粮 第四 在村子里 村干部管理着农民 这些村干部权力极大 可以对社员进行迫害 就这样 中共的控制 从首都一直延伸到了边远的乡村 延伸到了每一个人 还有更多政策支撑着城乡隔离制度 1953年4月出台了强制遣返制度 这个制度规定 假如农民未经官方许可而擅自进程 警察有权拘禁和强制遣返他们 1953年11月还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 规定由政府控制所有的大宗农产品 这是要千方百计的消灭自由市场 在城市里 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都是由政府配给市民的 农民进程以后很难生存 1956年11月 政府对私营工商业改造 所有企业都成了国有企业 或者是由国家控制的集体企业 1957年 政府严格控制企业 从农村招收工人 我们来综合起来看看这些政策 1953年 遣返制度 封锁城市 1953年 统购统销 封锁市场 1956年 企业国有化 封锁工业 1957年 限制从农村招工 封锁工业 1958年 户籍制度 长江隔离 1958年 人民公社 最终 封锁村庄 看得出来 唯独政策 在1958年之前 就已经开始了 最初 政策并没有直接触动农村地区 而是从城市地区和非农业领域开始的 传统上 农民在经济上自给自足 即便是城市 工业 市场 都被封锁住 农民会受穷 但农民 依然不会紧接地意识到 死亡临近了 也就是说 单单是城墙隔离制度 还不至于导致数千万人死亡 事实是 当每一个村庄都被锁死之后 中共开始了 无限度的榨干农村的物质资源 等农民 明白过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想要逃出死亡集中营 就为时已晚了 现在 中国经济的重心 已经从农业转向了工业 农民已经可以到城市 从事非农业工作 但是城墙隔离制度依旧存在 进城打工的农民 被称为农民工 他们的身份 依旧是农村人口 在收入 医疗 教育 这类福利方面 农村人的待遇 还远远低于城市人 农业史专家 秦辉教授指出 中国的农民工 和南非 种族隔离时期的流动工一样 最大的苦难 不是来自于经济剥削 而是来自于权力被剥夺 他们的身份是建民 而这种建民身份 恰恰是政府 依照法律进行歧视的结果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 具有鲜明的特征 其中一些措施 比如 通行政法 流动工 单身职工宿舍 打工者的身份 固定在乡村的保留地 不允许自由地迁入城市居住 极具代表性 而正是这些代表着 种族隔离制度的特征 和中共用来限制农民的制度 简直是惊人的相似 从南非和美国的例子 我们可以知道 即便隔离制度废除之后 它的后遗症也是持久的 非常可怕的 比如犯罪率升高 道德堕落 中国的隔离制度 依然还存在 但中国的社会 现在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这种后隔离制度时期的问题了 而且 中国是个法律不受尊重的地方 涉及到隔离制度 正如秦辉指出 中国的体制性歧视 其严酷性虽然不亚于南非 但它是公然不受制约的 南非种族隔离的管理 有一套严格的法律 是明文规定 一目了然 南非的制度和二战以后的主流思想 发生了冲突 容易成为全世界批评的靶子 而中国的城墙隔离制度 有很多的灵活性 现在 大量的农村人口 跨越了城乡之间的地理界限 从事着非农业的劳动 这个时候 城乡隔离制度的结构特征 就有可能不那么容易识别 这个制度的旗帜性的本质 就常常被忽略 于是 城乡隔离制度 很容易被误以为是 普遍存在的城乡差距 而城乡差距的问题 是可以通过发展经济 或者实施平权法案政策来化解的 有学者把中国的户口比作不同国家的护照 这个类比很贴切 因为这说明了中国人丧失的流动能力 即使不出国 在国内也没有流动的自由 但是 这个比喻并没有触及本质 中国的户籍制度 是一个制度化的隔离制度 是在同一个国家的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之间 设置屏障 在同一个社会的人民之间 画出不同的种性 让我们再仔细看看 种族隔离和城乡隔离的不同之处 或许我们还可以更深刻的理解 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把分阶层的社会 想象成金字塔 借助这个图 我们会注意到城乡隔离的一些特征 第一 种族隔离制度 像一道裂缝一样 割裂金字塔 这道裂缝差不多是一条竖线 把白人和本地人分割成黑白两部分 每一个部分都是由不同的社会阶层构成的 或者说 本地人和白人 各自都拥有不同的资本 资本的类型不一样 资本的数量也不一样 而城乡隔离制度 在金字塔上切割的这道横 是一道横线 把农民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 分割成了城乡两个部分 农村这一部分的人 主要是拥有体力资本 其他形式的资本 一下子就从乡村社会给剥夺走了 第二 种族隔离是根据种族区分标准和刻板 种族隔离的鸿沟不能跨越 城乡隔离根据的是统治者赋予的每个人的身份 这种身份可以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而改变 当然这种灵活性操纵在统治者的手中 靠着这种手段 统治者可以不断的从乡村社会吸走人才资源 第三 种族隔离制度没有刻意去歧视多数族裔或者少数族裔 城乡隔离金字塔的基础部分 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歧视农民的城乡隔离制度 在效果上伤害了人口的绝大多数 很显然 这个结构就是让统治者尽量弱化被统治者的力量 也就是秦朝实行的弱民政策 以便保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平衡的力量对比关系 中国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农民大起义 这是古代暴君的噩梦 这也是现代暴君的噩梦 对于金字塔顶端的一小撮统治者而言 农民这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 代表着令他们感到害怕的巨大力量 农民比别的社会群体遭受到了更多不公平的待遇和苦难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统治集团对他们怀有特殊的恐惧 一旦广大的农村人口有了更多的资源 尤其是一旦他们觉醒 明确的意识到自己这是处在隔离制度下的奴隶 并且产生了组织起来的愿望 那么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就有可能发生改变 独裁政权就会土崩瓦解 然而很不幸 大多数中国农民意识不到自己是隔离制度的受害者 因为他们不仅在政治资本和经济方面遭受的剥夺 而且在文化上也遭受了剥夺 城乡隔离制度把知识分子从农村连根拔起了 知识分子成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 体制内知识分子是西方学者 Hammerin和Chick给中国知识分子贴上的标签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隔离制度存在了60多年 为什么中国农民没有能够有组织的反抗这个制度 甚至全世界都很少注意到这个制度的存在 我想谈的第二个有关中国的客观事实 就是中国的大学是体制的一部分 假如我们看看大学的结构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体制内知识分子难以为中国农民发声 中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 中共领导一切 包括领导政府 而大学就是政府的分支 也就是说 这个党通过政府间接的控制着大学 同时党组织也直接渗入大学 所有大学层级的领导 都由上级的党委组织部来认命 大学内部院系层级的领导 包括各个学术部门的头头都基层的党组织任命和管理 结果大学就和人民公社类似 在学校层级上存在着两个并行的领导机构 一个是党的机构 它控制思想意识和人事组织 另一个是行政机构 处理大学的日常事务 这个行政机构同样有党组织任命和控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党委下属还有一个保卫部 它有着内部保卫的职能 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政治警察 学校还雇佣学生充当信息员 学生的告密会导致教师遭受迫害 中国大学的组织结构 以清华大学为例 从外观上看 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大学 也是由院系构成的 但事实上党组织自上而下渗透 牢牢的和学术部门捆绑在一起 当我们观察西方大学体系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 那就是教师和学生的独立联合会 这使得教师和学生可以形成横向联盟 跨越了大学校园之间的界限 广泛地覆盖了大学体系的基础 再者 西方大学体系中还存在着教授协会 教授们位于大学体系的高层 他们立足于本专业 形成了同行之间的垂直的联盟 其影响力同样超越了大学校园的限制 相比之下 中国大学知识分子处在严重的原子化状态 首先在西方国家教师工会和学生会跨越不同的校区 覆盖整个的大学体系 这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在中国则不然 中国大学的教师工会 学生会都被限制在各个校园之内 而且他们都不是独立的 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了学校党委的控制 可以想象教师彼此之间 教师和学生之间都很难形成广泛和独立的横向联盟 无论是校内还是跨校区的联盟 同样 中国的同行之间也难以形成超越学校的垂直联盟 因为中国大学教师的地位 主要不是立足于本专业 而是主要立足于学校内部 就连教师资格的评估 也操纵在本学校的党和行政官僚手中 按照法国学者布迪厄的说法 知识分子拥有一种独特资本 那就是具身化的文化资本 这是和身心融为一体的 用俗话说就是肚子里的学问 这种文化资本是最不容易被经济和政治力量来操控的 更何况在中国传统上 知识分子是专业的政治批评者和国家管理者 在广大民众没有参政议政权利的时代 知识分子就是人民的代言人 这些因素让国家的统治者 对知识分子群体怀有特殊的恐惧 这或许可以解释 为什么毛泽东把中国的大学当成政治运动的基地 为什么与其他受压迫的群体相比 比如与农民相比 知识分子更经常的遭受政治迫害 直到今天 毛泽东时期确立的 大学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 在这个结构中 党组织存在于各个层级 渗透到了所有的学术部门 就如同锁链的网络一般 党组织的严密和无所不在 与知识分子的原子化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结果 知识分子也和农民一样 在文化上遭受剥夺 却意识不到自己被剥夺 这是一件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知识分子拥有文化资本 却在文化上遭受剥夺 不允许有独立的价值观 还有第三个 中国独有的客观事实 那就是一个庞大的农村大学生群体 连接着大学知识分子和农民 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 因而农村大学生 也是大学生群体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城乡隔离制度下 农村大学生群体生来就是贱民 所以他们有一个强烈的趋势 要摆脱农村人的身份 但是他们更容易意识到 经济上的贫困 却不容易意识到 自己是丑名昭著的 隔离制度的受害者 统治者可以利用他们 想离开农村的趋势 允许他们通过读大学 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以便榨取乡村地区的人才资源 让乡村社会永远处于文化资本 匮乏的状态 1999年是中国高校的关键点 这一年中国大学开始从精英阶段转向了大中化阶段 大学的门槛降低了 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可以通过大学来冲破城乡隔离 然而这个过程的艰难程度超乎想象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 直到1997年 中国的适龄入学率始终徘徊在5% 高等教育要向大中化转型 这早已是国际潮流 而中共政府直到1998年的年底 还一直在抵制这个潮流 但是在1999年中共政府突然逼着高等学校大规模的扩张 单单那一年招生量就增加了42%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招生量持续增加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 当时亚洲经济危机爆发 中共政府采取了大学高收费的政策来刺激国内消费 结果大学学费疯涨 从1989年到2012年 学费至少增长了25倍 供养一个本科大学生 需要给农民13.6年的纯收入 我们都知道 高教大中化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大学质量问题和大学生就业问题 政府强迫大学扩招 但是既没有投资改善大学的教育质量 也没有致力于改革经济结构 中国的高教体系是一个高度分层的等级结构 共有八个等级 从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大学经费的分配严重不均等 低等级的学校主要依靠私人的经费支撑 我们来看一下最高的三个等级 政府拨款主要给予了位于大学体系高端的经营院校 任凭低端的院校处于低成本低质量的状态 低质量的大学就会生产大量的低质量产品 由于农村的基础教育质量很差 大多数的农村青年只能进入底层的院校 同时就业市场上的主力依旧是廉价劳动力 无法容纳大量的大学毕业生 根据2013年的一个统计 中国当时有近1500万的大学生 找不到正式工作 只能在临时岗位上充当廉价劳动力 这就意味着很多农村家庭 把他们的经济资本投入大学 换取学术资本 等他们想要把学术资本再转换成经济资本的时候 他们获得的利润很低 甚至他们的投资完全落得一场空 这把很多农村家庭推向了破产的边缘 甚至把一些绝望的学生和家长 推到了自杀的边缘 就这样 政府用大学充当工具 从农村地区榨取经济资源 随着农村地区在经济上愈加贫困 农民就更加拼命的 想让孩子通过上大学来离开农村 就更加拼命的向大学里投钱 在大学体系的高端和低端 农村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的分布 严重不均衡 为高端的经营院校 只吸纳了人数很少的农村大学生 在那里的农村生得到了较为丰富的经济资助 获得了高质量的教学 他们的就业前景也相对较好 农村生大多都进入了低端院校 在那里农村生得到的是低质量的教学 很少得到经济资助 他们的就业前景也不好 根据一项2008年的采访 对于农村生来说 实际的经济保障和对经济保障的主观感受 二者之间呈反比 也就是说 高端院校的农村生 尽管条件优越 却感受到了很大的经济压力 对事业前景有挫败感 而低端院校的农村生 尽管条件艰苦 却感到经济上还过得去 对事业前景也相对乐观 或许高端大学的农村生 遭受到的是相对剥夺 他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 大都市的豪舍生活 能够看到城乡之间的不平等 而低端大学的农村生 周围的同学 大多都是从农村来的 尽管他们人已经来到了城市 但是他们在心理上 依旧被城乡隔离制度 限制在小村庄里 他们遭受的是绝对剥夺 以至于他们都不知道 自己遭受了剥夺 等他们毕业以后 在就业市场上 遭到挫折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对现实 有更深刻的理解 但是到那时 他们已经把时间和金钱 都耗光了 这就是布迪厄所谓的 延迟淘汰 这是一种代价 极高昂的淘汰 我们知道 教育机构是再生产的机制 在城乡隔离制度的宏观背景之下 高等教育再生产的 是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 在这个过程中 农村大学生 从廉价劳动力的孩子 转化成为廉价劳动力 农民热血渴望提升地位 所以才把经济资本投入大学 而他们得到的是更加深重的贫困 屈辱 甚至是死亡 农村生群体 是中国大学校园上的弱势群体 但是这个群体 又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力量 因为农村生群体 连接着农民和知识分子 他们比普通农民 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 同时 他们又不像知识分子那样孤单 因为他们和占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 有着亲缘关系 不幸的是 中国大学是体制的一部分 是洗脑机器 大学教育 不大可能抹去农村生 对乡村生活中的苦难的记忆 也不可能让他们不排斥城乡隔离制度 但是农村生 有可能会就此止步 因为大学教育 不可能启迪他们的思想 让他们去寻找 自己遭受苦难和屈辱的根源 大学教育 更不会鼓励他们 去获取相应的技能 以便颠覆现有的力量对比关系 现在 中国的贫富悬殊非常严重 中共的意识形态 早已彻底破产 于是 他们打起了民族主义这张牌 他们也从劳动阶级的代表摇身一变 成了维护民族利益的领袖 他们唤取中国人对屈辱的记忆 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把民众的愤怒引向西方 在这个过程中 大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大学在学生中具有权威 屈辱这个东西 正如西方学者林爱文所指示的 就像核武器一样 具有破坏性 一旦人们将自己视为 不公平的屈辱的受害者 他们可能以侮辱的方式 去矫正侮辱 去侮辱他们所认定的侮辱者 这只能引发 另一轮侮辱循环的直线飙升 中共最高统治者 想要达到的正是这种效果 他们想要刺激年轻人的屈辱感 以此来对抗民主思想的冲击 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利用屈辱感 1949年中共立国之后 曾经将西方的公司赶出中国 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掠夺财富 更是为了反对西方的思想意识 但是林爱文还指出 屈辱感和屈辱是不一样的 屈辱感有可能被转化成建设性的力量 推动人权和民主运动 假如农村大学生 能够认清自己 在独裁国家中所处的屈辱地位 那么他们就有可能 在推翻这个独裁制度的过程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视频下方的链接是英语版本 请各位朋友向英语试剂来推荐 让世界上更多的人 了解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 更重要的是 了解中国社会自身所潜在的 反抗中共独裁统治的力量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说到这里 小明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小明之心 小明之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